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一月八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包 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重庆爆炸事件的后续进展 中国应急管理部在当地时间周六表示 重庆单位食堂发生疑似燃气泄露事故 而在七月二十日三日已经搜救出全部二十六位被控人员 其中十六人死亡 十人受伤 国务院安全委员会决定将对事故进行挂牌督办 此前华尔街网报已对事故的有关情况向您进行介绍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书里报道 在去年六月湖北实验也发生了一起重大燃气爆炸事故 当时造成至少二十五人死亡 受伤超过百人 国务院安委会也对其进行了挂牌督办 在实验爆炸当时 事实股负有责任的中国燃气全体董事放弃领取两千余万港元 悉数用于对死伤者以及家属的抚恤和善后工作 再为您关注的是哈萨克斯坦方面的消息 根据俄罗斯国家媒体通报 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今天宣布 机构前主席马西莫夫涉嫌叛国罪被捕 根据报道 马西莫夫曾经两度出任哈萨克斯坦总理 而在这一次动案发生之初已被解除国安委的职务 稍早前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前顾问表示 国家出现危机的原因是高级官员和执法人员出现了叛国 将目前发生的事件定性为颠覆国家政权和武装叛乱罪 截止目前哈萨克斯坦已经有超过四千余人被捕 而官方通报一直表示暴乱者最高可以被判处终身监禁 有趣的是马西莫夫与中国还有关系 根据公开资料可见 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到一九九二年七月 他曾经在武汉大学国际法专业学习 并且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 二零零六年他出任哈萨克斯坦副总理 兼任哈萨克斯坦经济部长 后来首度出任哈萨克斯坦政府总理 二零一二年宣布辞去总理一职 二零一三年哈萨克斯坦的总理 纳扎尔巴耶夫又任命他为新总理 二零一六年马西莫夫正式卸任哈萨克斯坦总理 改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职务 此前华尔街网报以引述路透社报道向您介绍 哈萨克斯坦的安全部队在周五重新控制了主要城市和街道 而总统已向部队下出命令 无需警告可以直接开火射杀进行镇压 哈萨克斯坦总统指控 外国训练的恐怖分子制造了这一场暴动 但是没有提供证据 在公开讲话中他说武装分子没有放下武器 他们继续犯罪或再为犯罪做准备 不投降的一律歼灭 为将执法机构和军队下令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周五在阿拉木图的主要广场附近还可以听到枪声 而周四军队曾经与抗议者在那里交战 目前装甲运兵车和部队已经占领了广场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官场有关的消息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所公布的最新消息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斌接受审查调查 据统计王斌已是二零二二年新年起后落马的首个金融大虎 据公开资料显示 王斌先后在中国政府和各大金融机构任职 总共有超过三十多年的金融领域管理经验 此前他曾经在黑龙江省的商业厅和提改委工作 后调任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副科长政科级秘书副处级秘书等职务 之后立任人民银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 二零一八年他转入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做董事长和党委书记 二零一二年此前曾经出任太平保险集团的党委书记和董事长 根据来自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 中国人寿保险属于国家大型金融保险公司是副部级单位 公司领导班子为中央管理 二零零三年国务院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原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进行重组改制 变更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在去年九月十九届中央第八轮巡视 对二十五家金融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 十月时第十一巡视组进驻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当委开始动员 进驻时间两个月 当时王斌作为一把手还主持讲话 说要强化政治担当 以巡视为契机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等 此外王斌也是十九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在十二月十九日中国人寿集团成员单位 广发银行的某一家全资子公司 在上海举行接牌仪式王斌还出席活动 落马前十天还高调亮相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雇储君国家赔偿案的有关规定 在昨天广东高级人民法院对雇储君申请国家赔偿案 作出决定赔偿雇储君人身自由赔偿金二十八点七万元 精神损害抚恤金十四点三万元 返还罚款八万元和利息 二零零八年 原任广东科隆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格林科尔智朗纪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雇储君 被佛山中级人民法院以犯虚报注册资本罪 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犯挪用资金罪恕罪并罚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二零九年广东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二零一九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雇储君申诉 撤销了对雇储君虚报注册资本罪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 和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 二零二一年广东高级人民法院受理雇储君所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广东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根据国家赔偿法和司法解释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雇储君 在审判改部分无罪后 审判机关应对雇储君超行羁押 造成的人身自由精神损害给予赔偿 被撤销罪名的罚金被撤销后 应对已执行罚金依法返还并支付利息 依法审理雇储君国家赔偿案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中国媒体财联社的独家报道 财联社记者独家获悉 广东省政府日前召集多家房体开会 而与会的房企包括澳元复利 宝利中海五矿月秀珠江实业等国企民企 之前也是向财联社记者透露 会议上有一些出现企业介绍了其经营情况和项目 会议相当于政府为几家国企央企收购并购出现房企项目牵线搭桥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王健林万达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财联社的独家报道 王健林旗下的万达地产近日再次计划组织调整架构 将原来的东区西区南区北区四大区整合为南北两大区 人员也将有所变化 之前人士向财联社透露 万达计划在春节之前就完成整体架构的调整 而且直接目的是将管理权进一步集中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中国人士有关的消息 中国官方在一月八日发布消息 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张永泽被调查 这是二零二二年第一位被调查的中国官员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一月八日发布消息显示 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张永泽已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张永泽是云南人 九四年参加工作获得工学博士 九八年出任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局副局长 后担任西藏某地地位副书记 二零一五年升任西藏某地地位书记 二零一六年担任西藏自治区山南市委书记 二零一七年出任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继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后 时隔十三年在国家体育场鸟巢 奥林匹克的会计将再一次升起 零八年有相当多的篇幅 讲五千年展示古老的传统的和古代的文明 这次没有因为我们展示过了 全世界已经看到了那么精彩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次就是这两个重点 一个是一起向未来 一个是更团结 我们的角度呢是全球的 是人类的 是我们大家的 所以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自信 担任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的张艺谋 再次担任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的总导演 他也将成为双奥导演 只有祖国的强大 有实力 他才能这么短的时间内 接了这两个奥运会 没有过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所以我很幸运 被又一次任命为总导演 就很兴奋 很兴奋 兴奋的就是觉得 又一次可以为国出力 又可以做这样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我自己很喜欢这种挑战性的工作 但是你除了兴奋之外 你觉得责任很大 压力还是很大 讲述新时代中国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 期待和展望 我们和火炬这样的重要环节 我们为了体现低碳环保的理念 得到我们冬奥组委的大力支持 然后也得到国际奥委会的充分肯定 所以我相信在这个环节上 跟一百年以来都不一样 我很希望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我很希望文化自信就体现在这个方面 这一重要元素在节目中也将有充分体现 正好是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 历春理念和文化 而由于开幕时当天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